字幕提供 大家知道俄羅斯一直繼承蘇軍扮演全球軍事武器主要供應者的角色 然而一場俄烏戰爭讓俄羅斯暴露出真實水平 全球軍火市場亦相應產生了重大變化 那是如何回事呢 今天我就來和大家談談 由於戰績太過拉跨 俄羅斯武器在全球史上明顯衰退的事 以及烏克蘭通過不懈努力 以及對黑海艦隊的持續打擊 已經全面征服了黑海 首先一個簡單的戰程通報 俄烏戰爭最入第630日 俄軍使徒通過在烏克蘭東部重任多次進攻 來重新獲得戰場主動權 但目前體力已經失敗了 俄軍繼續對阿夫迪福加等地發起攻擊 但力度已經減弱 俄軍開始根平力盡 俄軍派映的步兵包括第15集團軍 第1集團軍 第55、41、57旅 第90旅等眾多部隊 有空俄兵、警衛部隊、 前瓦格納、東越兵部隊、 風暴EZ部隊 總數大約有4-5萬人 但俄軍一個多月的進攻 沒有獲得太大進展 俄軍在阿夫迪福加一地的損失 已經超過在 武克萊達和巴克穆特的損失 估計 至少有3000至5000人死亡 7000至8000人受傷 450部坦克 裝甲車被摧毀 損失超過50門火炮 8架蘇25飛機 對的 你沒聽錯 第8架俄軍蘇25 在阿夫迪福加剛剛被擊落 一些被俄軍士兵表示 他們缺乏頭盔、防彈衣 霜凍雨雪天氣很快就會來臨 俄軍拿下阿夫迪福加的難度越來越大 一個據點裡的12名車實兵 遭到混炮擊 死了10個 亨存兩個小時的一個 都還沒忘記拍流音紀念 真是為了敬業精神點贊 阿夫迪福加北部 烏尹仍然控制斯特波圍寸 俄軍在過去48小時內 曾兩次發起襲擊 都遭遇失敗 阿夫迪福加南部 靠近旭達內的地方 俄軍再次嘗試接近謝偉以內 大攻擊亦被擊退 在阿夫迪福加右上方 頓列此刻巴特馬內屋附近 附近使用遠程火炮 吹毀俄軍次人火炮 穆斯塔S 及其戰鬥成員 一個火炮小組的俄軍士兵 幾乎全被炸缸 真司機在最新講話中表示 俄羅斯在阿夫迪福加附近 被吹毀軍隊越多 總體局勢就越弊 這個規模已經超過巴哈募特 戰爭的總體進程 將對烏克蘭有利 俄羅斯失敗 更體現失去對黑海的控制權 自11月14日 已經有整整100隻船隻通過烏克蘭劃定的 黑海通道從奧德塞等地 運出370萬噸食品和貨物 這些食品和貨物有效緩解了全球糧價 亦被烏克蘭經濟丹力一絲換力 自從7月份俄羅斯退出黑海糧食協以後 多次威脅要襲擊黑海航行船隻 並表示只要沒有俄羅斯的參與 烏克蘭就無法逐黑海運輸糧食 而烏克蘭偏偏不順者 9月份 烏克蘭端回黑海地區 被俄羅斯佔領9年的 博伊科天營器轉井平台 擦除電子雷達 完全控制黑海區域的天空 之後烏克蘭使用無人艇擊沉擊上 俄克海艦隊至少7隻艦艇和不少登陸艇 還使用風暴陰影導彈擊中俄克海艦隊總部 不到一年時間 俄克海艦隊幾乎被打殘 現在的俄克海艦隊 將更多艦艇轉移回俄本土 甚至都不敢出黑利米亞基地 更不好說到黑海去立 烏克蘭已經實際控制黑海 而且大大方方地運輸食品和貨物 不能不說 還是烏克蘭人更難打 接下來我們今天來詳細說說 由於戰績太拉垮 俄羅斯武器在全球市場明顯衰退的事 俄羅斯一直繼承蘇军扮演 全球軍事武器主要供應者的角色 然而一場俄烏戰爭 讓俄羅斯暴露出真實水平 全球軍火市場 亦相應產生重大變化 貴近究底 是俄羅斯武器難以應對新技術和戰場環境的改變 我們先看看俄式坦克的行情 國防波克報導說 2010年至2021年 俄羅斯坦克生產量增加 但是外銷量無明顯增加 2022年俄羅斯對烏納發動侵略 原本俄羅斯可以用軍事成績 來證明俄式坦克的升能優勢 但卻是以為戰場上一系列繪敗 都顯露出俄羅斯在現代坦克製造方面的落後和低效 好 剛開打幾個月 俄羅斯選擇了幾千部坦克 近朗命是 多部坦克出現可怕的飛投情況 如此慘烈的成績 大大降低俄式坦克的賣相 除了戰場表現不計 俄羅斯的國家形象 亦一路下滑 西方持續對俄羅斯的資源制裁 到之前再客戶不斷減少 很多國家不再將俄羅斯思維可靠的 長期合作夥伴 其他國家亦吞併了相當一部分俄羅斯坦克市場 想更換廉價的西方坦克買價 改為購買韓國K2黑炮坦克 更便宜的中國產VT4和VT5坦克 亦在俄式坦克的替代品 其他某些銷售情況亦大體感應 比如俄羅斯產的雷式裝甲車 它的車型已經與現代裝甲運兵車 在性能上有很大差距 因此亦不再受歡迎 新一度的火炮更重視精確度 追求用更少的彈藥 達成最大的軍炸火力 以俄羅斯火炮缺乏準確度 火炮的內容表現亦差強人意 另外曾經有好黨國家流行的俄羅斯飛機和直升機 亦因為缺乏現代技術而逐漸被淘汰 米架29戰機極差的實戰成績 眾所周知 很早便貧流淘汰 蘇27 蘇30 蘇34和蘇35 雖然外銷表現還不錯 但俄羅斯戰場上 卻暴露了種種弊端 就有年蘇30N級戰機系列的先進改進版本 蘇30SM 日比方打了下來 俄羅斯說蘇30SM屬於四代加價 號稱性能高於美國的F-15E大機英 和FA-18E超級大黃蜂 有潛淚翼 和向量噴嘴設計 具有超級機動特性 大E戰績不計 胡蘭都會做生意 為了籌募更多的惠國資金 他們將擊落的俄戰機層鞋 造成紀念品對外銷售 再說俄羅斯武器的最大買家印度 印度海軍航空兵 複製了約半個世紀的 5架蘇制E238SD反潛機 都是1978至1983年間 從蘇聯購買的 2000年代 這些飛機 在俄羅斯進行所全面的現代化改造 現在E238已經退營 印度購買了美國飛機 來替代他們 為何印度轉型選擇美國戰機 各種緣由內人尋味 印度神試圖購買更多的E238 但俄羅斯 以這種飛機欺決為由 拒絕了印度的請求 並推薦印度另買八格 陶142巡邏機作為替代 但陶142太老舊 性能 更不如E238 於是印度海軍中的眼光轉向美國 他們第一批 向美國人訂購了8格海神P-8A 2016年7月又追加訂購4格 總共購買了12格 之前很長一段時間 俄羅斯出口武器的六成多 都是賣了給印度 印度海洛空三軍武器 要什麼俄羅斯就給什麼 甚至為印度改裝航母 造借俄羅斯核潛艇 就差沒有將核導彈賣給印度 而現在 這個大賣家也走了 另外 由於美國政府調整了 他的阿泰戰略 更重視印度洋 美印防無關係急劇盛運 印度這幾年 還購買了美國的 H-64E 阿巴奇武裝直升機 CH-47F 支勞鋼重役直升機 C-17戰略運雪機等 2017年時 印度海軍作為印度第一隻航母 維克蘭舵號的 藍載機提出了 57格藍載機全球照標採購 全球多國戰機 增進了激烈的戰斷 其中 亦包括俄羅斯 最後損上的 是法國的陣風戰機 而不是俄羅斯戰機 順便說一下 美國F-18大黃鋒戰機 落選當少養人有些意外 盡目美國公司 已經盡全力爭取 我們估計 主要原因是 印度空軍已經有了大量的法國陣風 這樣更好售後維修和零件採購 曾經最大的買家拋棄俄羅斯後 俄羅斯亦使用其他辦法 玩救武器銷售的七斬成績 只是過程並不順利 俄羅斯 曾經試圖向中東出售 蘇35戰機 但沒有人運進 而且俄羅斯亦承認 自2010年以來 俄羅斯一直沒有銅牙聯遊 就供應這類飛機中的接觸 儘管當初是抱著極大的希望 現在除了俄羅斯聯邦之外 只有中國和伊朗 是蘇35這款飛機的使用客戶 但是多數最初對蘇35感興趣的國家 之後都改變了主意 俄羅斯戰爭已經給了俄羅斯戰機 證明自己的絕佳機會 只是失敗的表演 根本沒有辦法提起買家的興趣 可以說 誰都不知道俄羅斯戰爭 什麼時候能結束 但我們能看到的是 俄羅斯國防工業 在全球軍火市場上 已經遭受重大挫折 現在俄羅斯已經不比當年 回顧1981年秋季的蘇郡西方八一演習 就知道當時蘇聯的軍事實力 蘇郡為演習場所包括 1,500多部乾營坦克 1,200多部乾營裝甲車和步兵戰車 1,000多架作戰飛機和50多萬官兵作陸的 陸軍機器化部隊 戰略火箭軍和陸軍火箭泡兵 前線航空兵 海軍艦隊和海軍陸戰隊 空港兵等部隊 兵裂武器的投入 軟性地有俄軍在烏克勒戰場 up-up-up 捱打的規模 更糟的是 現在俄羅斯的武器裝備短缺的現狀 已經無法對戰衝進持續不斷的良好公現 有消息說 俄羅斯正在與巴基斯坦、埃及 巴羅斯和巴西等國家談判 希望回交以前交付給他們的武器 因為烏蘭前線損耗嚴重 急需補充新的付出 其實 在去年4月 就傳了俄羅斯主動去找埃及 希望埃及能把俄方以前出售給埃及的 100多台直升機發動機 再賣給俄羅斯 據知情人士透露 埃及方面已經同意了一個請求 預計從下個月開始 俄羅斯出此下策也不奇怪 顏看著俄軍就要把副船打清光 據比利時 陸軍識別網站統計 直至今年9月 俄羅斯大約損失了2329部坦克 4118部裝甲車 1099個火炮系統 166個防空系統 以及 105格直升機體軍事裝備 而且 戰損數字 還在不斷上進 另一方面 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和軍事制裁 亦影響了俄羅斯的軍工生產 比如 俄羅斯裝備使用的 鋼鋼儀器 夜市裝置 以及 晶月等零部件 絕大多數都是以以大從西方進口 而制裁 就會導致零部件的採購 變得更加困難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 在回購武器的名單中 沒有中國 看樣子 俄羅斯再有自己的算盤 或者說 俄羅斯和中共之前都有商量 俄羅斯吞併烏克蘭 和中共要奪下台灣 都是一樣的專制國家的美夢 誰也不想耽誤誰 不單止這樣 還要一杯後 給予最低的支持 說到支持 北韓就坐得明目張膽 就可以大家討論 俄羅斯武器彈藥 出現短缺的時候 外界發現 在前線 俄軍部隊中出現了北韓提供的彈藥 這亦更證實了人們的猜測 俄羅斯後備力量真是愈來愈貴乏 韓國情報部門披露 北韓正源源不斷地向俄羅斯聯邦轉移彈藥 首先在10月底 出現了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彈的照片 幾日後 有證據表明 俄羅斯部隊陣地上出現了北韓冰波火箭發射系統的 122毫米火箭非製導射彈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證據是北韓製造的 120毫米壁擊炮彈的照片 這些炮彈和前蘇聯的非常相似 種種情況都證實 俄羅斯軍隊 可能遇到各種彈藥嚴重短缺的問題 俄羅斯所謂世界第二軍事大國的地位 可能就要斷送在這場戰爭上 亦標指著俄羅斯的全球軍火市場 主導地位的終結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歡迎觀眾朋友 看出你自己的觀點 我們共同探討 同時也希望大家訂閱 點讚 轉發這個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拜拜 拜拜